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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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爺爺 你爺爺怎么能这么能干 我爺爺是个叫花子 这套杂耍是叫花子要派的本钱 你胡说什么呀 太子爷 这小子还中裁进攻 什么回句都不懂 那你叫什么呀 柯入 在沟上做什么 分在中古寺 什么叫中古寺 连自己的差事都弄不明白 你这个太监怎么当的呀 我不是太监 我不是太监 你不是太监 那你怎么进来的 那天晚上他们给我换了这身衣服 塞进轿子就把我给裁进来了 他们 他们是谁 你问他 孟公公只是交代 让奴才把这个小子看管好 剩下的事 奴才一概不知啊 听你这么说 柯永是混电工来的 奴才不知 大的奴才竟然混进大带 我告诉你我这就去 禀告贵妃娘娘去 走来 走 停下来 停下来 高脚 君儿就是这儿吗 没错 进去看看 走 怎么没呢 这么快就逃走了 是啊 这小子怎么混进来的呢 你这个东厂提督 这回正好派上用程 他就是钻进了地缝 你也得给我抠出来 奴才尊俊 奴才已经吩咐下去了 大内的各个出口 都已经封锁了 进出的那时 无论是挂乌木牌的小活者 还是挂牙牌的太监 进出一律严加盘问 娘娘 您还是回宫歇息着吧 这事奴才 你一定办得 待中 看看个小孩进来干吗 走 我 在 你现在马上去教王司 找到李后裔 让他把王红尺给我带过来 冯公公 这件事要不要和孟公公通通气 通什么气 我告诉你 这是贵妃娘娘的旨意 办错了事 小心我扒你的皮 是 小的尊敬 光光 光光 什么事 大事不好 那个老太监王红尺 已在教坊司后的杂务监力 上吊自杀了 他死的还真实啊 把他解下来 李后裔呢 冯公公公 背纸在这儿 把他绑了 冯公公 小的没做什么错事 你为何绑我呀 你是教皇司的管事牌子 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冯公公公 我冤枉了 冤不冤枉 到东厂你便知道了 绑了 这儿 冯公公 舅舅啊 舅舅啊 舅舅呢 我太怕冯公公 是谁将李后裔绑啊 是我 冯公公 在宫里 我是掌印太监 没有我的命令 你那东厂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李后裔有杀人灭口之嫌 就这个 冯公公 咱俩进宫的时候 这王凤池他就在教坊司打鼓 板子特响 上次皇上排演御凤楼 他老是把鼓点打错 气得皇上要打得三十大板 要不是李后裔替他求情 这板子一下去 他早就吹灯拔辣了 李后裔如果想要他的命 当时为何还要救他呢 此一时彼一时 王凤池带着一个野小子 擅闯大内 犯的是杀头的禁令 他既然胆小 哪来的勇气上吊 所以我才怀疑 有人是想杀人灭口 就算有人想杀人灭口 你怎么就能断定了 这人一定是李后裔呢 他是教坊司的管事牌子 王凤池归他管 所以第一个值得怀疑的 就是李后裔 孟公公 奴才实在是怨我吗 孟公公 咱俩大内共事三十年 今天你听我一起劝 把李后裔放 孟公公 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旨意 靠有皇上的旨意 要不然 现在就随我去见皇上 既然孟公公有皇上的旨意 那我就没什么话说了 那我就把李后裔交给您了 都还让这干什么 把方老师抬到花园场去 快点 哎 冯爷 那个野小子还找不找 找 就是上天入地 也得把那野小子给我找出来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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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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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